好 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我上個禮拜其實有提到 可是只有廣東學看畫面而已 就是我的部落格 我要先問一下大家 請問大家打字的速度快還慢 還可 還可我就要用一下囉 今天來到逢甲大學 參加研習 用這個 線上語音輸入 有沒有比你打字快一點 還是你比較喜歡在行動裝置上 慢慢一個字 慢慢一個字寫 你覺得這樣還OK嗎 這樣有很過分嗎 連標點符號都有 講完了 請問你打這些字典打多久 這樣你了解有意思了吧 所以其實現在時代真的不一樣了 那我們上禮拜其實有介紹過雲端的服務 就是直接也是用假的 但是是沒有什麼 沒有標點符號的 這個是連標點符號 它就是一個輸入法 所以說你在行動裝置上 比如說你可能有用Line啊 有用WeChat啊 對不對 有用FB啊 你這樣回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所以下次看到人家偷偷在講話不要打擾他 人家在語音辨識 好嗎 OK啦齁 所以這個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事實上現在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海報 影像處理也是一樣的概念 早期你必須要仰賴軟體 因為雲端上沒那麼成熟 現在的話就是它成熟一點的 至少你可以用的東西就會越來越多 而且會越來越方便 OK